好 歡迎繼續收看大話新聞 我覺得差距很大 這是今天蘋果日報的社論 他說台灣的這個飛機 摔了30幾架 37年來 那麼近40名飛官死亡 國軍越來越落後的現象 是誰造成的 他說如果大家不見望 在陳水扁執政時代提出軍購案 國民黨立委濫用國會多數優勢 多次強行擋下軍購案的預算 是不是要為前天三位飛官的殉職負責 這不是我們講的嗎 是啊 一群爛政客為了反扁反民進黨 阻擋軍購案 間接害死優秀的國軍飛官 多麼荒謬愚昧啊 當年是哪些立委對殺戮 對封殺軍購 哪些立委封殺軍購 軍購案呢 立法院可否公佈呢 讓我們和殉職飛官的家屬 看看他們的嘴臉呢 其實大家也知道啊 那蔡君兩個又出來開記者會 你怎麼不記得 一個女兒一個女兒 當年難立委們敵時否決軍購 我們就提醒他們 將來打仗害我們的軍人 因為武器太弱厚 而慘遭對方突入 反軍購立委不會良心不安嗎 半夜不怕鬼敲門嗎 國軍又不是民進黨軍 為什麼要弱化國軍 治癒自我軍於死地呢 弱化國軍是為了討好解放軍嗎 現在不必等解放軍來 光是老舊軍機失事 就足夠消滅一半的空軍 這樣讓立委們滿意了吧 來 徐老師 弘議 我覺得 這邊寫得很好 可是沒有敲到重點 這群爛立委後面 是有個爛主席在那裡 這個爛主席 現在在當中華民國總統 然後F16CT編多少 兩百萬 兩百萬 我覺得這篇文章 是上級 我不太清楚明天會不會有下級 還是下級被砍掉了 爛立委是因為有個爛黨主席在那裡 馬英九說我們很強硬 擋了五十幾次 我們昨天不是討論過 其實是七十幾次嗎 爛立委的嘴點要公布 爛黨主席的嘴點要不要公布 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民進黨選立委 應該把這些立委名單都公布 當時反對軍購 各選區去講 弘議 這些軍券很多都是泛藍的 為什麼他們要對他們子弟 是這個態度 他們靠他們選票在吃飯 通過軍購 我昨天也講過 通過軍購 現在飛機乘機在那邊剪彩是誰 是馬總統 為什麼那時候要擋這些東西 然後今天在這裡 弘議我還是在講 這個標題不是爛立委 爛立委跟後面那個爛黨主席 因為徐老師 最後他又有一句話 好吧 現在是國民黨執政 國會又絕對多數 通過軍購預算 應不會心不甘情不願了吧 他解答你了沒有 沒有 解答啦 兩百萬啊 解答啦 F-16CD賤多少 兩百萬 潛艇賤多少 五十萬啊 心甘情願了嗎 還是心不甘情不願 為什麼 為什麼 來 蓮華 最後一句是重點 如果說好 你在下的時候 因為反扁反民進黨你擋 反正已經擋了也就算了 問題是你現在 你現在總可以編了吧 你現在執政你國會四分之三 沒有人擋得了你 可是你竟然連預算都不編 那這個就不是叫做政黨政治惡鬥了 我覺得這背後有很大的陰謀 很大的陰謀就是這篇評論前面寫的 你要弱化國軍嘛 現在解放軍蘇凱三十 不用飛來真正開戰 他只要在我們空中繞一繞 我們的國軍就很緊張 趕快起飛 要去攔截他 還沒攔截到就撞下來了 根本不用 連飛彈都不用發射 現在已經到這樣的情況 可是這些爛立委 現在每個都還在選啊 我覺得 因為 黨軍構抵程序委員會 黨差不多一個次的立委 所以我判斷 大概 因為每個會籍程序委員會成員不一樣 大概每一個國親的立委 都有黨過的經驗 我覺得民進黨的立委候選人 73個選區 你就去認養 看看你這個選區的對手 當時在程序委員會 舉過幾次反對軍購預算復違的手 你就把它廣告文宣把它做出去 告訴全國人民 是誰在黨軍購 請問 你當時讓他買了飛機 難道這些空軍只保護綠的嗎 難得他不保護嗎 不會的啊 空軍保護的不管藍的綠的他都保護嘛 結果你現在一樣動到這樣 我覺得最丟臉的是 出來開記者會 馬英九還去默哀 我覺得 評伙我這個評論 真的明天應該寫下集 告訴我們 這個爛立委後面的贏武者是誰 那隻黑手到底是誰 他在這裡 馬總統當黨主席 黨軍購擋了七十幾次 但是今天 蔡英文去美國 說希望美國提供我們先進武器 賣我們F-16CD 怎麼查這麼多啊 是啊 怎麼查這麼多 賣的是黨軍購 小英去說拜託你賣我們武器 請教 我實在重複講到那一半 為誰而黨 為何而黨 馬英九要回答啦 今天他黨軍國部隊 他就是要台灣國風六花了 然後再加上什麼 維基前面講得很清楚 他不要台灣加入國際組織嘛 他外交空間也不要有嘛 這是中國學者說的嘛 國防也沒啦 外交也沒啦 這樣是要做什麼 這樣就是要把你逼向中國嘛 今天蔡英文為什麼說 希望美國賣 這就是由台灣嘛 只有和平 絕對是要靠本身實力 有防禦自己的實力 才有和平嘛 蔡英文去也不可以動耶 你們不要賣喔 因為馬英九在執政 民進黨現在反國民黨 邏輯一樣啊對不對 是啊 不過這就讓我們想到說 以前索羅門王那個故事 一個小孩 吃吃媽媽跟他說 小孩配給一人一兵 不可能 不可能這樣嘛 你不想手 為了小孩 人家獨一兵就只好給你了嘛 所以在看這個 就知道說 世界上這個就是什麼 聽台灣的心 聽我們這個土地的心 從這裡看著 再來和平是什麼 和平在你防禦自己的能力 以外和平送中 還有一個觀點說 台灣要靠民主來保持這個和平 來維持這個和平嘛 所以我現在看就說 我現在講得很好的 我們立委黨軍國 那誰是那個英武者 明天知道這個序執下傳 我相信大家更加 許醫師你知道嗎 我們日本的首相 對 說他在國會第一次發自內心的 謝謝台灣 他說以前要謝謝台灣 都有國家在做黨 看別人的年事 不敢說 我們給他送那麼多錢 那是好事 是啊 是對一個國家在做黨 日本的國家 對 還有一個國家 那這樣就再說 為什麼這個事情要做黨呢 是啊 憲到什麼就要做黨呢 這個國家就是壓萬嘛 壓萬跟這種地步嘛 我們做善事連我 他要謝謝我們都不行 對啊 憲這樣就要動 還有最主要說 說台灣管理算他們的分 對 你會去 電視節目 電視節目 你實在沒想到說 我們有這麼說 民培這麼高 這麼無恥 我們扮的國家管理 是他們中國管理 國家人都要 賜到民族 結果人家吐槽 所以我在在處 你知道黃建平在說什麼嗎 中國建俄嗎 中國建俄 對這個又講 媽英叫黨經國 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 中國年開始有 學問很大 導航 他不可以導航 他會變成什麼 器械書城 書城就是導航 他就表示我 我告訴你書城 說我賣錢了 沒有啦 我講的比較貼勁 以前他們 那個什麼 撤退拜託 給他轉 轉進 現在導航 給他和平 第二年就是 和平發展 器械書城 和平發展 從頭到尾 你看不到 就是導航這兩年 這就是中國問題 器械進來跟你說 器械進來跟你說 第二年 他們最後一次 在當中 我印象很親密 親民黨 你是不是負責很大 親民黨 那時候 親民黨 不要去插這件事就過了 但是 馬英雞要保護什麼 那時候說九亂 親民黨 我民黨說 你如果統計經過 我要把你 當衫整個都插掉 馬英雞一敗要器械 又一向他要保守 他的當衫 到現在的當衫多了 到現在沒辦法去 兩個人 到到底而已 你看今天變成這樣 你飛光 你自己收一收 你有完弄不完弄 射論說得很好 你說那時候 你在家的時候 馬英雞在家的時候 你當軍國 算政黨之爭好了 你當總統 你為什麼要賣 尤其你國會又四分之三 所以我們真的懷疑 我們掌勵 就大家在台上說 他真正的目的 是不是我們頭上說的 是不是輸成 是不是要導航 但這個問題 為什麼改革 我跟你說 現在我最煩惱是這個 軍國就算蔡英文動算 國會如果沒有過半 也買不來 他跟那時候阿扁一樣 接受動 一樣接受動 對不對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說蔡英文過 國會過半 我們現在沒軍國 就算蔡英文開 還是要下一年 他年一年買不對 還要說後一年 但後一年這個軍國 不是說我今天買 名字的東西就來了 當然 還要打很久 所以說 現在已經到非常危急的時機 我說如果錯過2012 Minecue又增台 你認為會不會 他搞不好 麻煩你給你 一百萬二十五萬 還給你減半 我認為 他那個買F16 變兩百萬 那會列在九二共識 我說如果在Minecue 2012還有過關 台台灣 我認為 再來你要買 都來不及 是啊 我現在就是說 我認為台灣人 一個開門就跑了 你就說看到 我們的優秀的子弟 要飛飛機的時候 他很可能就會摔死 我們想要買較好的飛機 我們只要防衛而已 美國人也不賣 不賣給我們什麼 公錢是先的 我們要防衛 我們這個土地而已 我們沒辦法買 我們都有錢 說中國在哪裡 中國當時要什麼聽到 說我們如果送錢去日本 救災 救災 說日本是要感謝 說中國也懂 我現在是搞不懂 徐老師再請教一下 中國到底連我做好事 我們如果說我們不要讓他 什麼人做好事 我們也不會說 人要感謝我們 我們懂 是什麼什麼態度呢 侯毅 就像你講了 就是因為這個態度 所以在台灣 台獨分子不是少數 在台灣 為什麼大家沒有在講統一 這個就是這種東西 每天日期月點 你認為說 我們捐助日本賬災 可是日本不能公開感謝我們 這個事情只有犯律 聽了會生氣嗎 犯人聽了說 無所謂啦 我們捐錢無所謂嗎 會嗎 兩岸不能花展 對 我們的軍官 我們飛機會摔下來 你以為只有犯律在那邊惋惜 犯人絕對不會惋惜嗎 摔死算了嗎 我不相信 有很多東西 是超越藍綠的 這個東西又跟國家主權有關係 不是犯人不在乎國家主權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們也會氣的 賽德克巴萊 用中華 用中國 台灣 你覺得犯人會接受嗎 我也不相信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因為這樣 牽了ECFA 簽了這麼多協議 陳雲林都來了好幾次 請問台灣有很多人想要統一嗎 為什麼是支持台獨的人越來越多 原因很簡單 這麼多大官來 陳雲林來 大家覺得說 原來是這樣 那你要統一嗎 所以我覺得 北京對台灣策略真的要改變 不要疑問說 你一定要接受一宗 接受一宗的結果越來越壞 這邊講一宗個表 這邊講一宗原則 台灣人民不相信 你覺得這樣兩岸會有好關係嗎 我不相信 日本要感謝我們他黨為什麼要黨 洪宜 這就是一宗原則 這個也跟一宗有關 這也跟一宗有關 要感謝北京 不能感謝台北 我們拿錢給他來感謝北京 洪宜 所以摔的不是台灣的國軍 是中國軍在摔機 這個他不會講這是中國軍 其實 台灣已經失去向美國軍購的黃金時間了 因為當時在2008年之前共和黨執政的時候 答應賣我們的不管是P3C 反潛機 或者是說潛艇 或者是愛國者飛彈等等 那因為那個時候其實 你要注意一次 馬英九在2007年去美國訪問的時候 為什麼受到高歌的對待 就是美國希望透過馬英九的影響力 去影響泛南的立委 包括那時候整個黨內 好讓軍購案可以過 那其實美國人對馬英九是失望的 擋的是他 結果現在發現說 你那時候沒有去幫忙 甚至你執政之後繼續擋 那現在的情形 其實我們講的這個F16CD 其實他基本上的性能是有限的 但即使這樣 你看為什麼這一次小英去美國 各界反應這麼熱烈 其實包括美國的國防部或議會 或我們這些台橋都出了一口氣 就是一口很悶氣 就是馬英九執政之後 整個台灣請中 然後一位我們講說 把刀劍如果融化成錢幣的時候 其實就是投降 那個和平其實就等於是繳械 那我覺得馬英九這個政策 讓大家看在心裡 我是覺得為什麼美國的國防部 讓小英去 其實傳來一個訊號 不是小英多有魅力 他們對小英毫不陌生 讓他進來國防部 而且談什麼 你打個問號 大家很好奇 這個東西可能談得很多 那代表什麼 對馬英九的整個兩岸政策 整個親中原美 其實是有疑慮的 希望透過一個平衡 所以我就覺得 不然沒辦法去解釋 為什麼包括國防部 國務院跟整個國會 都相當的熱情 而且談到相當多實質的問題 那從這裡來講 我覺得說這一個飛官的犧牲 其實真的我們要去把這個凶手找出來 這個凶手關鍵就是馬英九政策 為什麼 因為對他們來講 其實寧可得罪美國 也不願意得罪中國 所以其實面對美國這麼多壓力 他馬英九都一樣 他不願意軍購 不願意去編列預算 不願意去進行 把他優先的對美的一個政策 三個政策都沒有軍購 好 你看依靠中國是什麼樣的下場 這是今天的聯合報 大家有看到這批嗎 說路克短現在急說 所以以前一國會說可以三百團 三百幾團 現在說幾團 五十團 你想想看 我記得最多一天只要來四千個 對 三百團的意思是一團差不多十二三個 一團十二三個 現在五十團是來幾個 剩六七百個 一天剩六七百個 所以他說 那時候去買油安車 現在都要做什麼 割桌了 還要找出來 不然要怎麼 路克來台人數連續三個月下滑 這個油攬車業者擔心此舉 會讓路克市場從降溫變激動 近三年購置的新車 恐懸起一波抵押槽 中華民國油攬車商業同會公會 全聯會理事長黃碧霞說 政府開放路克來台滿三年 業者看好商機 砸錢買車不手軟 到六月底為止 出廠三年內的新車增加了2700輛 貸款壓力非常大 偏偏路克團從五月開始 不斷量縮 在北部經營油攬車生意的 郭先生感受很深 他說去年一個月可以調度300多團 現在不到50團 他說 油攬車閒置的情況嚴重 新北市五谷區停車場至少一兩百輛 你打開頭 現在打開頭 現在太熱了 有一個人 做台灣租車旅遊集團 三年買多少台 買60幾台 油攬車 他說一台買600至800萬 總經理徐浩元說 只要連續三個月繳不出貸款 新車就會被銀行收走 如果入客人數無法在半年內 回到每個月四千 貸款壓力 恐引爆油攬車抵押槽 再來 他說徐浩元說 車子有貸款有折舊 有失去費用 有油錢要付 其實還不得了 稅金有的沒的 對不對 稅下來 算下來每天的車資要8500才能打平 但目前現在 入客團行情最高不超過7500 甚至於跌到5500都有 等於接一團賠一團 不接不行為什麼 不接賠更多 那司機也很慘 理性司機過去一個月六七萬 但從八月中到現在 完全沒有入客團收入 兼開交通車一個月還賺不到三萬 九月小孩要註冊 他只好向老闆周轉渡南關 他說現在很多人都變成什麼 流浪司機 我為什麼要念這一篇 中國公關客來我們歡迎 讓他來消費 對經濟有幫助 不好意思 但是如果整個都扣這個變成怎樣 很熟悉 所以大家現在就知道 依靠中國 完全依靠中國的下場 就是變這樣 我們不能讓他予取予求 現在我相信 遊浪車輸機 這個什麼 這個旅遊界感受最深 可是不好意思 怎麼會三百幾團現在創五十團呢 他是什麼目標呢 因為中國很簡單嘛 中國大家要記得 住台灣人可能不了解中國 中國是你譬如說你宏儀你名字 原來本來機票聽好了 暗算說要來日本出場 他可以陰暗通 在你說鄭鳳儀你明天不可以去日本 明天去台灣 可以嗎 你就要乖乖飛去台灣 同樣的道理 本來我計劃好明天要來台灣 他也可以前一天導電話通知我 不讓你來 不可以你明天去韓國 或是你明天去越南 中國是這樣子的國家啊 那請問 這有什麼計劃經濟 計劃性經濟嘛 他把一把觀光客旅遊 當作他的政治手段 甚至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嘛 所以現在有什麼未來 因為很簡單嘛 可能最近馬英九 很多條件沒有答應他們嘛 比如說這個投資保障協議 投保協議 我們這邊建築要國際 建築 建築啊 建築了啦 說高月一定會統計 對啊 他們一旁說要國內啊 我相信我們這邊也不敢 大運說仲裁有國內仲裁 這樣就要選了 對 我們這邊也不敢大運 所以他現在陸客幫你抓住 現在是幫你抓陸客喔 之前我有看一個新聞 說這個農委會主委 又帶一團 不知道什麼團 不知道說去南部看九班 報紙公公刊很大 說不要再污衊ECFA 石斑漁業者又笑呵呵啊 同樣的道理 今天ECFA他可以這樣搞 陸客他可以這樣搞 未來ECFA他可以搞你 你不聽的 九班 你九班賺這麼多 好 真簡單 明天開始 中國不准競靠台灣的九班 值班漁業者要怎麼做 所以你所有東西 你會叫中國學者胡安工 很早以前就說過了 胰島素跟糖尿病嘛 中國是胰島素 對 我們就是糾糖尿病 你糾糖尿病 你就要煮胰島素 不然胰島素會怎樣 會帶起來嘛 現在就是這樣啊 是 好 等一下呢 還是跟大家講 我們捐了日本很多錢 是世界上最多錢的國家 日本的首相昨天講 說他們要感謝台灣 竟然有國家在阻擋 日本也不敢謝謝 我要請教大家 這是什麼國家 等一下回來我們開玩口音 先休息進廣告 無論在哪裡